大家好 我是Vivian 徐若萱 今天過得好嗎 晚上11點了在幹嘛 應該是躺著吧 我今天想要聊 就是 我們在情緒很低潮的時候 要怎麼樣 重新給自己力量 然後把負能量轉為正能量 我留給大家的印象 應該都是很樂觀 然後很正能量的 因為我不太喜歡把我的 怎麼說 我好像從以前 都不太喜歡讓自己 低潮太久 或者是分享我自己 真正的心裡面的 低潮給別人聽 那我自己會想辦法很快的 就讓它過掉 然後因為我非常的 不喜歡在同一件事裡面 一直打轉 然後我非常不喜歡 在同一個世界裡面 鑽牛角尖 我覺得怎麼從低潮裡面走出來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的 念跟我們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思維 只要能夠調整到一個 對的方向 我們就會比較快走出來 因為如果自己的思維沒有調整的話 別人怎麼幫你 我覺得可能都很難走出來 所以最後最後還是要靠自己 我為什麼每一次可以比較快走出來 是因為我的方式都是去解決問題 因為我覺得一直訴苦 一直抱怨 一直跟人家聊 然後其實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但是一直在聊一樣的東西 那個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聊天聊得很累 就是可能很多人來關心我 怎麼樣怎麼樣 但我覺得一直要聊 又不能解決問題 這樣子的聊天 或這樣子的抱怨 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很浪費時間 有一種女生我很怕 就是她一直在 complain她的另外一半 但她都不去解決問題 但我覺得久了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我就看到她很不滿另外一半 然後一直complain 然後同樣的事情每天都重複的在上演 然後我會覺得既然都看到問題了 就想辦法那個我們聊天的方式跟方向 好像要來做一些更有意義的談話 就是怎麼去解決問題 然後討論出來之後 就真的要去執行 然後要勇敢地去實踐自己已經整理好的東西 已經整理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一直重複在一個痛苦中 或一個問題中 每一天痛苦每一天重複 然後問題沒解決 我在兩年前也有一個讓我覺得難過很低潮的事情 但是我那是難過到就是也會失眠睡不著 然後都睡不好 但我也會有一兩個人我會找他聊 但是我找的對象是我覺得他的智慧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我可以得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我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後來我的事情就解決了 然後我就走出那個痛苦 所以我覺得姐妹們大家心情不好 或者是有什麼很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你去找的那個聊天對象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已經很低潮 你不要再找整天都是負面思維的人聊天 或者是只喜歡抱怨不解決問題的人聊天 我覺得說那個事情就會一直往下墜 不會往前走 然後你可能會越來越負面 然後越來越糟糕 所以跟你談話的對象很重要 要找也許有智慧一點的長輩 心裡面比較陽光 比較樂觀 比較勇敢的人 可能跟這一類的人聊天 我覺得會比較幫助的到我們 我也常常成為身邊姐妹們聊天的對象 其實我比較喜歡聽別人的故事 我比較少真的找姐妹 突入我的生活上的一些不開心 因為我自己很快就過掉了 我是那樣子的人 然後或者是我很快 我想辦法把這事情解決了 他就不在我的心裡面 也不在我的腦裡面了 所以我健忘 我是比較健忘的人 所以我是常常成為姐妹們聊天的那個對象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我們這麼短暫的相遇中 我也希望我的一些不理低潮 不理困難的方式分享給你們 我也希望能夠給你們更多的勇氣 然後可以試試看我的方法 搞不好很有用喔 如果你沒有生病 只是純粹的低潮的話 我建議不要待在家太久 一定要走出來 外面的陽光 外面的人 會帶給我們更多希望 然後不要放棄自己 要運動 我覺得運動也會給我們很多的快樂因子 還有希望 因為有時候流汗啊 我覺得有時候深沉的流汗 是可以讓我們寫寫壓力的 好 加油喔 祝你們每個人都快樂 做一個快樂的人 做一個不敗的女人 不敗不等於不能失敗 不敗指的是 我們如何每一次在挫折中 在失敗中都能夠有勇氣 找到方法 站起來 然後遇到更好的自己 我們都可以的喔 靜女人 晚安